继之前的堂食事件白马会所 秘密生孩子等等一系列的风波后 龚俊又出事了 事情是这样的有人扒皮出了他曾经的经纪人 同时也是龚俊所在的海西传媒 副总赵又琪早年的一波言论 而那些帖子和留言可谓是信息量巨大 第一赵又琪与一个微博昵称为 小鱼六爷的人曾经互动频繁 小鱼六爷是出售Rush的 赵又琪曾经从对方手中拿过货而具科普 这个Rush多是盖圈人士在做运动 是为了助性使用到的一种上瘾性药物 一句话盖矿就是赵又琪疑似科药 以及是盖圈人士 第二赵又琪与龚俊的关系很是亲密 过去他称呼龚俊为老母 龚俊则称呼赵又琪为表哥 尤其是两个人似乎还互动发 表过不少疑似擦边球的言论 赵又琪更是迫出过自己和龚俊领证这样的微博 当然不是真的领证 是微博认证颜值般配证的那种小tag 龚俊在过去的采访中也是多次Q这位赵又琪 感谢对方的帮助与对方一副深情后裔的状态 再然后 那个小鱼六爷 还爆料说有帅哥深夜MyRush去见导演 一字一有所指 同时在龚俊部分粉丝的留言中 就是称呼赵又琪为赵导的 所以根据这么多蛛丝马迹的资讯 网友怀疑龚俊与赵又琪关系不一般 而这些料与龚俊前几天被曝光的 部分瓜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的 所以扒皮来扒皮去 龚俊与赵又琪的不可说 关系被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 然后估计是考虑到这件事的敏感性吧 龚俊方面除了不断删帖之外 很快就安排赵又琪道歉加辞职 以及通过工作室发布声明 重点摘清龚俊在这件事当中的干系了 说实在的人在圈中混 很多人都没有那么清白的正所谓无风不起浪 能被扒出来的瓜大部分都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而龚俊这一次的料骂 幸运就幸运在他本人没有被扒到直接性的黑料 所以只要把赵又琪这颗老鼠屎撇清出去 也就算是间接保住了他的清白了 只不过他这阵子正在风口浪尖上 他的前CP对象 以及不少圈内对家都在推波助蓝炒大这个事 按照现实事情仍旧持续发酵的情形来看 他不一定能够顺顺利利的度过这一关 后续有关他的一些料恐怕还会闹起来呢 对了为了压一波舆论 龚俊团队还在13日放出了 一波之前状告名誉权胜诉的通稿 看来他们也是急了啊